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12月7日星期三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币圈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24小时内 根据CoinGeco的资料显示自治折告之前 BTC现价步16948美元 跌幅达到0.4% 而ETAction价步1251美元 跌幅达到0.9% 接下来跟进一下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市况 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TRX 现价步0.053266美元 升幅达到0.9% 而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MATIC 现价步0.888799美元 跌幅达到2.4% 接下来看看其他重点消息 FTX所带来的影响只是逐步蔓延 今次出事的就是资产管理公司Amber Group 在9月份公司传出财源30-40%后 到了12月他们就再次增加人手 今次所受到影响的员工接近100人 不过有部分被裁的员工 因为在原定的时间之内 都仍未收到赔偿 而最恐怖的就是公司高层 还将他们backlist 等同于没了联络 所以他们就正打算准备资料 要告前雇主Amber Group 而他们的人力资源部主管 声称因为银行的结算问题 都知赔偿延迟 他们将会变卖旧公司固定资产 以及收回办公室的按金 去找数给员工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Amber Group已经准备 将位于中国的办公室退租 和要求中国境内的员工 home office和清空办公室内的私人物品 而Amber Group在香港中环的office 还未有消息会如何处理 而据称Amber Group受到FTX的事件所影响 大量资金流在FTX平台拿不出来 资产规模估计有6000万美元以上 至于Amber Group旗下的交易所 Welfin 都出现了营运问题 还有破产的风险 不过Amber Group的合伙人 在Twitter上说 用户的资产很安全 平台的提款功能亦正常 Amber Group将会照常运作 除此之外 Amber Group官方都在Twitter上回应 指出公司和旗下的交易所 营运不受影响 当然公司会有一个很官方的说法 其实间间公司出事的时候 都会出公告 去稳定投资者的情绪 不过有网民就在网上爆料 直指Amber Group在台湾的LINE 和Telegram的官方交流群组 在鸿无预警的情况下关闭 到底Amber Group之后会如何发展 我们再跟大家跟进一下 加密货币业界的倒币潮就继续 在币市低迷的情况之下 可能是传统金融机构入市的好时机 高盛正是计划斥资几千万美元 去购买又或者是投资加密货币的公司 坦白说对于一间在上年 赚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 金融就的确不是很大 现时倒币的監督货币公司 负债都不止几千万美元 至于他们打算售购的公司 是哪一间在内门里面就并没有透露 不过从好的一边来看 至少在熊市的情况下 都叫做有薪资金想数下便宜货 都是好事来的 之前也有提过 在亚洲博纜馆的Wiki Expo 将于12月16至17日正式举行 如果对Blockchain有兴趣的人 都记得快点报名啦 好 今日的分享有暂告一段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下小钟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